下面我们再来 第二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聚古迹法 现在我相信你们谁都懂 第二个方法叫最大四人古迹法 最大四人古迹法 那么这个地方呢 确确实实要花点工夫讲一讲 这个里面有好多内容也不要讲 像我们第二节打了信号 根本我们都不讲 第三节是需要讲 然后紧接到后面呢 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后面要讲一讲 请大家看一看 第二个最大四人古迹法 最大四人古迹法 大家不要去问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你不管 一定要回操作就行了 最大四人古迹法 顾名思义就是求最大点 大家知道这个就跟高等数学有关联了 最大四人古迹法 我首先把理论之处摆好 Cas1 它一定要分两种情况 所以像这个地方的教授证讲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让大家讲的 原理物理的 所以我讲完以后 你看看是不是 我会 第一种情况 是A个四是理想性 总体 A个四为理想性 就跟大家讲 总体A个四是个什么性 是个理想性 而且还cata 为止 就是我这个总体 是一个理想性的 所以这边 然后里面还分布给我了 分布都给我了 就是里面一个cata 这个时候 我就取第一步 取一个样本 你从总体当中取个样本出来 另外呢 x1 小x1 多小xa 为观察值 是样本观察值 是一种数2 那么这个地方 我又再强调 我们取的样本 是简单随机样本 也就是x1到x1 跟总体的分布是一样的 而且它们相互独立 紧接着第二步 我们就构造 四然函数 我说过这个地方 好学的不得了 你不管 为什么你不管 它里面有很多 很深刻的道理 你不管 我们只要会操作 下面你就要构造四然函数 四然函数 就是分布率 相乘 大x1 取小x1 乘以p 大x2 取小x2 一支乘以 大x1 取小x1 来给 当然大家都知道 小x1 小x2 小x1 在那边有可能 有些数据是相等的 这五十位 甚至全部相等 都有可能 大家不要忘记 x1 x1 多x1 跟总体 大x分布一样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p 大x 等于x1 这次乘以 p 大x1 等于x1 等于x1 跟总体 分布一样 行了 那么这个算好了 算好了以后 下面我们的第三步 有的是 恶数需要取对手 听清楚吗 取对手 但是我要说 这个取对手 不是一个必然的步骤 大家会问 取对手干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上面那个东西 一个一个乘起来 大家说 好多好多东西 乘在一块 你求倒数不方便吧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第三步 有的时候 要把这个lc 它就取对手 它没有任何 作用或者目的 它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乘法 转化成加法 如果你认为不需要 那你就不取对手 进阶段的第四步 你们大家把 这个得到的 关于θ的表达诗 干什么呢 关于θ的七道数 肯定是一个关于θ的表达诗 干什么 就倒数句 它肯定是一个关于θ的表达诗 我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之后 这个时候 就可以从这个实质当中 把θ1解出来 这就叫最大四人估计法 对吧 要多简单 要多简单 这就是最大四人估计法 那么紧随其后 开始突兀 我马上举两道离子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心里面就亮堂了 就清晰了 请大家看 Case 2 是总体x 是服从 是一个连续型的水级别 它是连续型的 而且 这个里面的这个θ 是位置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最大四人估计法 对你这个位置的参数 进行估计 如果你最后是 一大x一大x二 大xA的表达诗 出现了 那就叫估计量 如果你最后得到的是 一种具体的数据 带进去 那就估计值 请大家看第一步 取 一个样本 我从总体当中 水一种样本出来 那么 得到它的观察值 这就是你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 就是求四人 对吧 所以说 像我们教材上这个讲的时候 他实际上讲了 是的 但是讲了 然而看起来 心里面总是感觉到不是这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讲完之后 紧接着我们 讲这道题 啥事还没有了 不要只问背后 为什么这样 你不管 那么这个连续状态下 它的四人函数是什么 哦 它就是 FX1 θ 怎么办 就是把这个F X给成X1 放着 再乘以 FX2 θ 把这个里面的X给成X2 然后放着 乘 一直乘到 FX1 θ 它就得到一个 关于θ的一个表达式乘起来 还是那个道理 去对数 去对数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惩罚转化在加法 如果你认为 不需要把惩罚转化在加法 你也可以不去对数 紧接着第四步 我们就把得到的 这个表达式 关于C套七套 然后令到的于林 就求主点了 你不是叫最大食人骨骑方法 就最大点了 这个时候解除的 就是C套 就是最大食人骨骑 所以大家看到 就两种情况 对于那种 总体既不是连续性 又不是离产性 我们不研究 这测出范围了 所以下面 我们就来讲 两道例子 就搞定 请大家看例题一 我看看他有没有举例子 他连例子都没举 对不对 连例子都没举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教我们大家 怎么去掌握它 你举个例子 我瞧瞧 请看我的例子 总体 X的分布 为 X P 去宁 1 2 去宁的概率 c 去1的概率c 去2的概率 是1件2的 现在我老师告诉你 我的c 是大于0 小于2分之1 但是 位置 位置啊 不知道 现在我取 一个样板 一个样板 X1 X2 X3 X4 我取一个容量是4的样板 它的观察值 为多少呢 为0 2 1 2 它的观察值有了 现在要求 θ的 两个 第一个要求θ的 居骨质质 第二个要求θ的 最大 氏然骨质质 对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 什么例子也不讲 学生讲完以后 啥东西也不会 是不是啊 在说这个 介绍的时候 是什么 排 什么N 一个相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讲的就很具体 好的 现在目前两个 点骨质的两个方法 都给你了 一个叫聚骨质法 一个叫最大氏然骨质法 这两个方法都套路 一定不要乱套 请看我的 第一个 骨质质法 就是骨质法的动作 你看我吧 我拿的时候 就是酸 GX 还能乱套吗 是不是啊 方法一定要知道 整个套路 整个步骤 这东西好学得不得了 重点了 那大家知道 总体的一届原点局 就数学期望啊 应该是0乘1C 加上1乘1C 加上2乘1-2C 大家看结果 这个没了 这个C 结果是2-3C 下面我就要算一下 小X感 你要看你情况 如果你是求骨质量 那我这个地方 是用大X感 就是A1啊 如果说你要求骨质值 我这地方就是小X感 就是具体的数 这个地方是0 加上2 加上1 再加2 除几了 除4 大家看到四分之五啊 结果是1.25 下面我就0 X 等于小X感 我就可以得到 2-3C 是等于1.25的 大家可以解除 不是C了啊 C了 你得到的结果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所以大家 可算一下了 大家告诉我 这四分之五 二减去四分之五 四分之几 所以我们还会复成分数吧 大家告诉我 二减四分之五 是等于3C的 结果大家知道 应该是四分之三 等于3C的 所以C了半 等于四分之一 我们就对C了古迹出来了 当然古迹的结果是个数 所以这叫古迹值 这个方法 就叫聚古迹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方法 叫最大四然古迹法 我首先就问你 你这个总体 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 离散的 所以应该是分布率的东西 下层 下层了 所以首先 样本都取好了 LC的 LC的应该是P X1去几 乘以P X2去2 乘以P X3去1 乘以P X4去2 就这么简单 但你不要忘记 我们样本当中的 每个个体跟总体的分布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效表都不要 实际上就是P X等于0 乘以P X等于2 乘以P X等于3 乘以P X等于2 大家观察一下 取0取1 都是θ 个例都是θ 取2的个例 是一件二θ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取2 这是1 大家发现取2 取了两次 取0取一个 取了一次 所以最后呢 应该是θ平方 乘以1 减2θ 这平方 下面干什么 取对手 不取对手行不行 行 取对手 就只是把乘法 转换成交法 所以结果 就是两倍的 loin c 这加上两倍的 loin 1-2c 消灭干什么 求导数 求导数 求导数啊 求导数的话 结果 这一个地方 就是θ分子 大家应该相信 这个地方 保留 这个 大家告诉我 求导数 首先是1-2θ分之1 不要忘了 还出了一个负2 所以减去4 等于0 0那等于0 从这个式子 可以把θ分解出来 大家解一下看看 对角相成 2-4θ 最减4θ 等于0 结果是8θ等于2 θ分 还是4θ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只是个巧合 也就是说 老师你 举骨质法 得到的骨质质 也是4分之1 最大四人骨质法 得到的骨质质 也是4分之1 我这个地方说一下 这只是一个巧合 不具有代表性 不具有代表性 所以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二个例题 你还是行的 x 总体啊 是服从指数分布的 那么大大于0 为止 x1 x1 为样本 求那么大的 最大四人骨质量 听进入 求那么大的 最大四人骨质量 我要求的是骨质量 刚才只骨质 已经算出来了 现在请看我的 首先 总体什么型 连续型 所以你现在看一看 首先把总体的密度写出来 叫fx分号那么大 所以等于那么大 e的 负那么大x x大为0 0 x小有点 你没有它怎么行 下面紧接照 你就来看看 l那么大 这个地方就不是分布率相成 这个地方就是密度寒数相成 就应该是fx1 那么大 e质到fxA 那么大 a有点是不得了 老师 这个里面 一会要取这个表达 是一会要取0 0就不要取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就要规定 a个是ra 都是大于0 ra等于1 2 都a 那么这个地方对啊 叫nambda e的负nambda xe 一直成为nambda e的负nambda xA 结果 就等于nambda的n次方 e的负nambda x1 加xR 加xa 进随之后 就取对数 是等于a n lnambda 这减粹nambda 乘以x1 小x1 加小xR 一直加到 小xa 干什么 求导书 n la nambda nambda 我前面 关于nambda 求导书 等于什么呢 nambda 分子a 减去 xe 一直加到 xa 0 等于0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解除 nambda 大家可算吧 就是把这个1过去 然后呢 取到手 我 稍后再算一下 大家知道 a因分子nambda 就应该得去x1 加xn分子1 a因乘过去 所以那么大方 就应该是a 除以x1 加到xn 但是你知足 我要你求的是 骨质量 我没有求你 叫你求骨质值 你看你这里面 都是小x1到小xn 说明是个数啊 那不行 那是骨质值啊 所以我说一下 那么大的 最大 四然 骨质量 为 那么大方 所以 a 除以大x1 一直叫做大x1 所以我相信 大家对这一个 骨质值法 和最大四然质值法 应该说 一模了两 一模了两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适当地 再把我们 教材上的一些 题目看一看 骨质值法 小质值法